一個星期有過去 今個星期對於微軟和Xbox玩家來說 都是不容易的一個星期 不單有Sony打算收購各村集團 今年本家大作的微軟模擬飛行2024 剛剛推出就有極大量的問題 令到他在Steam上的評價成功得到壓倒性的負評 究竟當中發生什麼事就讓我們一起來看看吧 今日半個星期我會出兩段影片 一段就是在星期日推出 另一段就是在星期三推出 但是因為另一段耳機介紹的影片 真是拖了大家太久的時間 所以明天我就會推出耳機介紹的那一段影片 星期三就不會有任何影片 所以大家記得明天下班就準時看那一段影片 好,首先一開始介紹了Xbox Game Pass Ultimate的玩家可以擁有的免費權益 之後都是的 只是會簡單說有什麼作品有免費權益就不會詳細介紹 希望可以把篇幅留給其他內容 今期有免費權益可以給大家拿到的 包括 以上的遊戲都有免費權益有在玩的朋友就不要錯過了 至於即將在12月頭離開Game Pass的遊戲陣容方面 我會推介類牧場物語遊戲 珊瑚島 它是一個西方版的牧場物語的Fan 它除了有所有農場遊戲有的元素之外 也有一氣可成的故事 也有發掘文物的玩法 打鐵趁熱 它是一個比較小見 用打鐵作為主要故事背景的像素式冒險遊戲 不過這個世界的鐵像竟然是要親自去打怪的材料 所以大家平時在RPG見到鐵像NPC說不定都是隱藏高手 一到年尾的這些時間 不同遊戲的頒獎禮都會陸續現身 例如The Game Award已經公佈了不同獎項的提名遊戲 甚至金瑤桿獎已經連獎都頒了 但對我自己來說 The Game Award每年都幾乎有不同的爭議 例如The Game Award的主持本身就是偏Sony 然後每年的公眾投票其實只是佔最終結果的10% 又或者例如之前每年的最佳遊戲都不會有DLC 就算你好到好似Cyberpan 2077自由幻局 又或者供應最高質罪佛心無私三的血與酒DLC等等 都未曾試過可以提名最佳年度遊戲 但反而今年艾爾登法環的一個評價不是太好的黃金樹之影DLC 反而是入圍了年度最佳遊戲 那究竟為什麼呢 所以我覺得The Game Award最主要的用途 都是用來看最新的遊戲Trailer 新的遊戲公佈等等 投票這些我今年就放棄了 Anyway 都希望透過這次的機會 根據The Game Award不同的獎項 分享一下我對於不同遊戲的心水作品 首先最佳持續遊戲和最佳社群支援遊戲 竟然可以有 那你就知道The Game Award真是得淡笑的 同一時間Forza Horizon 5也都出舖暗串The Game Award的評審 沒有提名到他們獲得最佳持續營運遊戲 那你想一下 都有提名的時候 不斷出不同新車新活動免費更新的Forza Horizon 5就沒有 原因究竟是在哪裡 大家自己想一下 最佳動作遊戲每年都要講一次 為何不將第一人稱的射擊遊戲在這個類別分出來 即是你看到Call of Duty、黑色行動錄、劍星和黑悟空在同一個遊戲類別方面 那真的好嗎 最佳家庭遊戲任天堂有三款提名 Sony有一款提名 大概可能就是暗示著微軟本家遊戲陣容 還欠最關鍵的一塊puzzle就是真正入屋的Party Game 不過講經什麼 連在地化都不重視 還說什麼入屋啊 最佳遊戲改編作品 竟然提名是可以有人中之龍 那又是可以證明The Game Award真是笑話 雖然Fall Out的電視劇很強大 但是奧術動畫真心神作 Season 2的張力真的令到我瘋了 尤其第二幕的最後不哭都不是人 所以對不起 Fall Out 最佳電競遊戲、最佳電競運動員和最佳電競隊伍 都是只有那一隊人而已 英雄聯盟可以再次在決賽打破最高收視紀錄 最大的原因當然就是因為T1和葬送的李順克 一天他在這裡LL都不會倒 雖然就師的離開是真的幾令人傷心 和內人尋味當中發生什麼事 但是多蘭好大都是LCK頭三的上路 亦都是內戰的幻神 所以跟專打世界賽的T1說不定可以互補長短呢 Anyway啦 LCK接下來就會有全新的賽制、新的杯賽 和新的全局Bank Pit玩法 所以下一年的英雄聯盟應該會是前所未有 那麼值得關注的 而年度最佳遊戲 我的選擇一定是暗如幻想 我覺得他除了BGM之外 基本上所有東西都好過女神2065 他的故事、角色人切、戰鬥系統等等各樣 全部都好像進化版一樣 我玩完暗如幻想之後 就好像足不出戶已經經歷了一場游歷世界 天下一家 排除萬難 匯聚民心 中將成王的旅程 所以他絕對是我今年的年度遊戲沒有之一 好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這一段我要趕快一點點 可能會有一點點了 那今個禮拜最大單的新聞 一定就是Sony向各村集團 提交了收購的初步二項書 直到我整片的這一刻為止 各村集團都是未有決定 因為有些朋友仔就會笑 真是當政治正確的Sony 遇上同樣在動物朋友 和東京奧運行賄事件方面 爭議不斷的各村集團 兩者加上最後會不會負負得正 不過to be honest 對於玩家來說 特別是Xbox的玩家 更加擔心的是可能在收購之後 各村旗下的遊戲工作室和IP 會不會變成PlayStation的第一方 即是例如艾爾登法環等等 由Software製作的強作 會變成獨佔的遊戲 我會覺得不用擔心太多 以Sony為人收購完之後 一定會將這些遊戲變成獨佔 我也不覺得公期應高作為子公司的子公司 可以反抗得到 但其實對於Sony來說 他著重的應該不是遊戲 而是各村集團旗下的輕小說和雜誌出版業務 以及旗下大量的IP 即是例如 WE 由零開始的以世界生活 又或者為世界獻上美好祝福等等的IP 更加包括製作我推的孩子第一第二季動畫的動畫工房 這些都是Sony的目標 現在動畫和音樂 兩者已經成為了互相推廣不可話缺的存在 所以對於本身已經擁有Sony Music和動畫發行Anipax的Sony來說 各村根本就是另一個金礦 各村的出版業務可以培養和提供潛力的IP 然後由Anipax將他們動畫化、影視化 再由Sony旗下或者Sony友好的歌手藝人主唱動畫的歌曲 一條龍全部都由Sony一個人吃光 亦都可以透過協同效應 令到所有屬於Sony的人、事物都獲得最大的曝光率和流量 Sony其實一直都是這樣玩 不過收購各村集團之後就可以玩得更加大和更加壟斷 所以to be honest 對我來說 Sony如果最後真的收購到各村集團 對比起PlayStation獨佔遊戲增加等等各樣 我更加擔心的是那些不屬於Sony的歌手 或者非Sony友好的歌手 更加難得到唱動畫歌的機會 和相對應的曝光和流量加持 更加難在這個被人壟斷了的音樂市場上生存 不過再說就離題其實現在都離題了 所以大家唯一可以做的大概就是密切留意著事態的發展 最後而最後我們來看看最近兩款登陸Game Pass的遊戲 兩款遊戲都是在剛剛推出的時候有一定程度的技術性問題 但一款就大賣之餘 在Steam上面也維持著好評的評價 而另一款就一度成為Steam的歷史上負評比例最多的遊戲 那究竟為什麼他們兩者的命運會這麼不同呢 首先負評好多的那一款一定就是微軟模擬飛行2024 這次搞到音樂譜某程度上就是 Asobo工作室和微軟好心做壞事 原本微軟模擬飛行的激數不是很大嗎 所以他們去到微軟模擬飛行2024 就用全新的雲端串流技術大幅降低玩家需要下載的遊戲file 那為透過實時串流和雲端運算 所以微軟模擬飛行2024的遊戲容量是少於微軟模擬飛行2020不少 概念是好但他們就真的沒有想清楚 大幅低估了Day1玩這款遊戲的玩家人數 結果伺服器負荷不到那麼龐大的Gamepass玩家社群 導致大部分人一推出的時候玩到的遊戲畫面就是loading的畫面 就算你幸運入到遊戲也好 你看到的遊戲畫面、建築物、模組都呈現一個未完成的狀態 這個當然就是微軟和Asobo的責任 畢竟微軟模擬飛行2024都是年度大作 為何沒有人會想到這個問題 所以在Steam上的壓倒性負評是微軟夠有自取 不過回到遊戲本身 微軟模擬飛行2024暫時有兩個更新 其實連接的那個問題不太影響到我 但暫時進入遊戲都很容易彈 所以詳細的感想我玩久一點才再說 但至少我覺得他們的方向是正確 操作比起微軟模擬飛行2020簡單很多 Casal的玩家亦都很容易可以享受到遊戲 職業生意的玩法需要考不同的考試、拿牌 都可以大大加強玩家的投入感和成就感 但同一時間沒有強制玩家一定要完成所有的訓練 是可以直接去考牌 這個都是一個得正 不過這遊戲都有一些很明顯是偷懶 應該是要在QA找到的問題 例如一些字幕 每一次只出現2秒然後就消失 大佬怎麼看呀 暫時憑我玩到的內容的感覺 我對得微軟模擬飛行2024是不差的 隨著時間、不同的Bud、連接的問題等等改善了之後 這遊戲會逐步有更多的正面評價 所以大家可以見到這款作品在Steam上 後面由壓倒性負評回到大多負評評價 而對比起微軟模擬飛行2024是夠有自取 Stalker 2推出時有技術性的問題和優化的問題就是情有可原 甚至我們可以說工作室完成到這款遊戲本身就已經很值得尊敬了 因為Stalker 2的工作室本部就是在幾乎 是受到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嚴重影響 所以其實他們完成到這款遊戲已經很厲害了 不過對比起微軟模擬飛行2024 隨著時間評價會慢慢變好 我就覺得Stalker 2的評價反而反過來 隨著時間會變得越來越一般 所以他剛剛推出的時候是絕對好評 現在已經回落到大多好評的評價了 Stalker 2在遊戲的操作、UI介面 或者可以說所有基本層面上的東西其實都是中等的水平 怪物模組移動的節奏 大部分超自然現象的表現效果等等 我會說他比較像是上世代遊戲的強化版 而不是這個世代遊戲應該有的設計水平 但又不要誤會 大部分時間畫面其實都是挺漂亮的 槍聲做得很好 但是打擊感就總是差一點 我明白這遊戲本身就是Hardcore的遊戲 但我將一個物品放去快捷鍵 都要特地按一個10的table出來 然後再選擇 為何不可以一個制搞定呢? So far這遊戲的優化都不是做得很好 FPS不是太穩定 對於第一人稱射擊 同時這款遊戲又需要在第一人稱之下收拾不同的東西 這些優化的問題對於這遊戲都幾傷 這些沙石加加埋埋不會超級影響遊戲的體驗 但令遊戲玩起來有一種莫名其妙的煩躁感 平衡方面就真的需要改善的地方 Stalker 2我都知道真是Hardcore的遊戲 不過戰鬥難還難 真是在容易模式之下 AI都好像個個開自動描述 丟個手榴彈傘都好像Curry射3分那麼準 狗仔敵人又多又煩又會無故彈出來 所以這遊戲攔起上來 又真的好像過了一點 那這些基本遊戲系統上的沙石加上這個 不是太合理的難度設計 某程度上都會限制這遊戲評價的上限 特別是在一些Casual大眾向的玩家的評價方面 不過老實 這遊戲本身就不是設計給大眾向的玩家 也都某程度上因為這樣 所以Stalker 2保留到系列的特色 無論是在封鎖區裏面 人心險惡但有人間有情的複雜勢力分布 又或者一個預測不能 可能令你突然死亡的極端天氣 或者超自然現象等等 用不同的儀器和螺絲結合科技和民間智慧去生存 這些元素這些玩法都令到玩家可以很投入到Stalker的世界觀 和他們延伸出來的任務和故事線 也都正因為這樣 所以它有著很豐富很豐富的遊戲內容 和很高的內換度 加上它這麼Hardcore的玩法 對於廢土生存類的玩家 Stalker 2簡直就是天堂一樣 這遊戲本身亦都是諸行皆可 你可以完成任務之後 被任務的那個人拿回獎勵都是可以的 不過根據上一款作品 這款遊戲多數都有隱藏的善惡值 亦都會影響最終的遊戲結果 不過又這麼說 只要你改一下想做的 那就是正確的選擇 玩遊戲先不用想太多 做自己想做的事就行 總結來說 這款遊戲的評價一定會很兩極 Hardcore的玩家會很喜歡 Castle的玩家會覺得這遊戲跟不上時代和非人類 不過這些純粹是口味不同的東西 就沒有對錯 至少起碼這遊戲是可以Day 1 Game Pass就可以玩到 而且在Day 1登陸Game Pass的情況之下 它已經賣出超過100萬份 對於在戰火之下都努力堅持完成這款遊戲的工作室 這個絕對是古墓人心的好消息 以上就是這段影片的全部內容 如果你都喜歡這種形式的分享 那記得 Come on like and share 這影片亦都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可以看場才看 那今期的影片就到這裏 我只能選擇那條路 只能選擇那條路